自曝被爸爸吐槽 最佳最猛料 是现在有料 终于的终于 黄小明按住了baby成人怀孕了 跪圈让各位操心的大婶又少了一件 看baby这孕度 不少有经验的网友猜测 至少应该有三四个月了 一想到再过几个月 将会有一个含着金汤勺的小baby诞生 本公爵还是很激动的 其实呢 用王子或公主来形容皇室夫妇 即将出生的小baby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有网友已经默默计算出 黄小明按住了baby 已经为孩子偷偷攒下了 十亿奶分钱呢 这一听你可能会觉得 十亿太夸张了 但是习算还真的有可能哦 前说黄小明 05年开始就以550万元 登上福布斯中国名人榜 之后连续10年登榜呢 15年以年收入7900万位列前五 10年累计收入约4.08亿 如果再算上今年的收入 我应该不成问题 而baby虽然11年才上榜 但以广告女王的身份 又是极力吸金啊 到今年仅福布斯公布的收入 就接近1.5亿 夫妻二人10年收入6.5亿 再加上将近4亿的投资收益 这身价妥妥的超过10亿啊 当然啦 妈你并不能说明一切 而我们的教主也早早的就暴露了 他好爸爸的潜质 什么 要亲自给孩子做饭 叫孩子打篮球 最大的期待就是做一个好爸爸 敞口就来啊 说到这本工具实在是忍不住了 只想真诚注定教主baby 生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 厉害啦 你与赵丽颖提名 精英事后啦 不知道正在拍戏的影宝 听到这个消息 会不会开心的多吃两碗饭呢 而说到这部新戏 楚桥传 最近网上流传的路透照 不要太多 尤其是这几张 虽然能看出影宝拍戏很辛苦 但直接曝光拍摄现场 真的好吗 尤其女演员还是这种尴尬的姿势 也许是不满剧场照 不停被曝光 10号当天 赵丽颖忍不住在微博斥责 乱发剧组照 不够专业 随后秒删 正当大家感叹 耿直歌号的再发飙 粉丝们纷纷跳出来 力争这条微博 并非自家爱豆所发 理由一 微博头像虽然相似 但客户端显示明显不同 理由二 新饭团显示 赵丽颖此时 根本没有登陆微博 不管微博 是不是赵丽颖本人所发 输觉得 发剧照这件事 还是等片方来办吧 不是在拍戏 就是在拍戏的路上 这句话高度概括了 赵丽颖这两年的生活 然而太过充实的工作 让她根本没有时间 谈个小恋爱 去了金星秀 也再次被问到 个人问题和择偶标准 最后的一句 不是同行 可是让不少CP粉 哭晕在厕所啊 赵丽颖作品一步接着一步 荧幕上留学的CP啊 也是一对又一对 尤其是跟陈伟霆的 启悦夫妇圈粉无数 两人还被网友们 扒出有情侣同款 不少朋友还期待他俩 哪天就公布恋情了 谁知赵丽颖来了一个 不是同行最好 包括你以为 这就阻止启悦党的热情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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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想着 让陈伟霆退出 娱乐圈的高招了 哎呀妈 这脑洞 书只能说暗服了 乐汉摇头火了之后 紧接着总统套房也冒出来了 近日啊有网友爆料 武林陈伟霆在 泽田季剧组期间 一直住在 亨殿某酒店的总统套房 哇看看 那可是四千元一万的高价呢 呃让本工具来算算哈 陈伟霆拍戏 一连住了四个月酒店 一个月按照三十天来算 光是出租费就花了四十八万元 这还不包括陈伟霆的片酬在内 四十八万呢 这也是有点奢侈啊 本工具深深地震惊了 再来看看酒店房间照片 这床着沙发这柜子 说是陈伟霆自己的家 也不是没人信啊 真是厉害了我的傻袍子 怎么霸气你妈妈知道吗 不只是这样哦 陈伟霆还是资深蝉食官一枚 就连拍戏也不忘带上自家的猫 一人一猫同住总统套房 猫大人还能享受 咱们小乐乐的大长腿宝座 这待遇 本工具这辈子是等不到了 难怪有网友调侃 活得还不如他家的猫 几乎一个月工资 不够注意晚上怎么办 都让开 让本工具默默地去厕所哭一会儿 来了 这一系列的陈伟霆效应 让耿直boy陈伟 夺子登上热搜榜 明露们的默默付出 是必不可小的 八哥 不晓得是不是一时手滑 却连陈伟霆都开始 自己搜自己了 看到这消息 一大票粉丝都心潮澎湃 瞧瞧瞧瞧 网友们都开始自制爱豆表情包 发微博钱 手动爱的陈伟霆 就等着哪天被陈伟霆翻牌呢 哎呀 这天真是说冷就冷啊 各种大牌的秋冬大秀 也是一个接一个 时尚教主们自然是满天飞秀身材 衣品一直在线的杨幂 不仅没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还大方说起了自己的穿衣道道 我个人的话 我会推荐那件扩形的毛衣 特别适合我打造夏装失踪的这种style 对 露腿很重要啊 果然是书认识的大秘密 什么叫夏装失踪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书就服你了 说到穿搭 被封爆款女神的杨幂 还搞怪学起了咱们的红光女神 我很荣幸 爆款女神啊 我觉得你们很有眼光 那个怎么说 我很满意 行 你开心就好 包括别看咱们的大秘密 也引领某宝风潮被一大波网红快乐的模仿着 但一回到家 他就没有了女神光环咯 竟然被自个儿的点笛嫌弃了起来 我爸觉得我长得可难看了 长得跟我妈一样 呃 哪你 这真是亲爸妈 连密妈也中枪 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我们的一种交流方式 我可能是因为北京人的原因 你是北京女孩 北京人的原因 所以我们家里人说话都特别直给 比如拍戏 然后很久回一趟家 然后就可能一回家了以后又黑呀 然后又脏头发又 又长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他满脸的包就回去了 比如说这前两天 我拍戏回家的时候 我还觉得 哦 越来越丑 长得跟你妈一样 那你看你妈长得跟你姥姥似的 你们一家长得都丑 心疼大秘密一秒钟 人间不拆呀 不过好在大秘密遗传了把鼻的属性 山马贫嘴 刮拉舌 人身攻击 人家早就习惯了 舒适说一句 城里人早就会玩 嗨 欢迎关注有料的官方微信 让女王抱不完的料和兔不完的草 都在这里哦